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等一下 云小姐 你怎么出来了 今天谢谢你们了 要不我送送你们吧 你都带了 少爷从来没有问过关于女孩的任何信息 这是少爷但是三十一年来第一次问 还是关于你年龄 难道清心寡欲的少爷终于要开花了 我二十三 二十三 小时小了点 但是跟我们家少爷还是挺般配的 总之今天真的很感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那两个女人 那你准备什么感谢我 我是一个商人 商人从不做赔钱的买卖 好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装我的事情咱们就扯平了 互不相信 云小姐 云小姐 你忘了吗 是你自己往我车上撞的哦 是啊 云小姐 你当时过马路混不守舍的 还耍红灯 这点可以调提控茶的 幸好啊 是撞在了我们少爷的车上 我们少爷心善 才把你送到医院的 那你想怎么样啊 我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 那边先欠着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 记住 是你欠我的 那就会会有期喽 云小姐 给的名片上的电话号码 难道看不到吗 都是他号码无理 好像也不是那个样子 没想到还挺仗义的 嗯 你记住 是你欠我的 等消息哪 屏幕走了 千年的铁树要开花喽 嗯 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你 如果你需要什么我做的事 随时打给我 这是我的电话 晚安 还挺可爱 我当年就是年轻 一不小心就生了个孩子 是他勾引我的 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 blat蚁树 有名男孩子 我愿意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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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